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中天刚刚关台转战网路 但没有想到NCC 马上就说 要开始管制网路言论了吗 立文这难道是追杀吗 所以NCC真是杀红了眼 非要让这个中天 赶尽杀绝不可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NCC呢 你看一下 它呢居然就在12月11号 换句话说 就是关台的那一天 12月11号后来不就熄灯了吗 我们刚刚在倒数的时候 就是同一天 同一天呢 NCC的脸书 PO了一段话之后 大家不寒而栗 就说呢 网路平台业者 特别指出是网路 是否也要对平台上面 所张贴的言论来负责呢 换句话说 要广到网路的言论内容了 已经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了 在预告什么呢 在他的脸书上 就NCC脸书上继续讲 他还举例 举例呢 就说你看人家美国 纽约州最高法院 就曾经判决 网路平台业者BBS 因为没有删除不当的言论 必须负责 换句话说 是该管咯 好 而且呢 这个NCC还继续讲 他说国会啊 也还有很多的法案的提案 后续发展 值得注意 所以是在预告 数位的这个网路言论 要管制的法案 要出炉了吗 所以这篇一出啊 哇塞 舆论华然啊 NCC 居然就在中天 已经被砍 尸骨未寒的时候 急着要鞭尸了吗 有这么狠吗 需要这样子 赶尽杀绝吗 所以呢 大家就在问啊 所谓的数位通船法 难道要卷土重来 就是为了要见止中天吗 因为以前数位通船法 提出来讨论的时候 引起非常高度的争议 因此而胎死腹中 石沉大海 现在是怎么样 要怎样 死灰复燃了吗 所以大家还说 哇塞 NCC是转型的很成功啊 已经变成了东场黑手 要伸进网路了吗 好 第一个跳出来骂的 就是罗志强 看到以后呢 他就气疯了 他说杀完中天 难道就要杀网路吗 蔡英文啊 蔡英文 你疯了吗 蔡英文 你够了没有啊 你到底是台湾人民 和你有仇吗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甘心呢 所以呢 就是呢 现在NCC 难道又要推出了 所谓的数位通讯传播法 再加上网际网路 视听服务管理法 直接要将手 伸进网路的言论了吗 罗志强就在脸书上 继续讲 他说NCCC厂已经成立 立了这个灭中天的这个大功之后 难道准备了血滴子 已经要对准网路下毒手了吗 NCC现在就在研发这个草案 所以呢 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这是NCC讲的 就可以强制要求登记点击数 如果不理的话 我还可以罚款吗 好 还有呢 甚至还要求说字幕必须是正体中文 那如果写错字是不是要被罚呢 如果违反的话 最高还可以罚一百万耶 哇塞 另外还有帝王水表条款 只要被认定内容有 防害国家安全 什么叫防害国家安全 感觉上就是警总时期会做的事 防害公共秩序 这都好模糊哦 好主观 防害善良风俗 那西藏的写低子就会再度射出 最高还可以罚到一百万元吗 所以现在NCC成了众矢之地 关了中天还不够吗 中天转型到网路上 难道你要把魔手也伸进网路 非要赶尽杀绝 非要净化肃清所有国内公共言论不可 难道台湾真的要变成百分之百的一言堂吗 NCC太讽刺了吧 当年成立NCC 就会为了要保护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结果没有想到NCC居然一转身变成了东厂 专门钳制新闻自由 专门钳制言论自由吗 台湾民主如此大倒退 NCC如此斯文扫地 令人感觉到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 原意 从中天案到现在传出要管制网路的言论 难道政府真的要消灭批判政府 或是监督的声音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就有网友在网路上面有这样一个评论 说被他发现蔡总统召开部长级会议的时候 吃米其林6980元的高级便当 好网友就说了 这个就是部长级会议的便当山珍海味 哇那么一个人的餐费高达1745块钱 好又有网友说 哇这个豪华的餐盒是米其林一新 是政府花钱不手软 请蔡政府出来否认吧 现在疫情当前百业都需要协助 怎么会花人民的血汗钱毫不手软呢 好这些网友通通都被揪出来了 因为苏贞昌下令要严办 动用社委法全台湾就已经抓了有这个 至少有七名的网友被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送办 结果呢包括了新北台北桃源台中高雄法院 全台湾各个这个直辖市的法院几乎通通都办了这个案件 但是呢全部一致裁定不罚耶 难道法院是在打脸苏贞昌吗 好那看这个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这社委法到底有被用得多么腐烂呢 去年警察机关移送社犯社委法的这个谣言散布的案件 不罚的比率高达72%耶 也就是说72%的民众是被你叫去应讯好玩的吗 明明就不会被罚嘛 法界人士认为这个执政者动辄用打假为名来约谈民众 让社委法俨然变成了执政者用来威吓 还有钳制民众言论查水表的工具吗 那么其实打假有所谓的四原则 怎么说呢 本身如果不是谣言的就不可以被打假 如果是攸关公共利益可受公平的 你不可以用社委法来约谈啊 这如果是属于言论自由 个人评论范畴的也不可以用社委法来约谈 最后如果他评论的事情 根本不影响公共安宁的话 也不应该被约谈啊 所以看来 只要是跟民进党执政政策有关系的事情 都是跟公共安宁有关 所以要被约谈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了 这个监察院列出了打假的四原则 但是呢 其实政府最近对大家老百姓是动辄在茶水表啊 是风声鹤唳 全台湾在抓人 有把这个打假原则放在眼里吗 可是这丁一鸣先前引发牛肉面风波的时候 刑事局第一时间就说因为这些原则所以不查办 所以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啊 对啊 因为政府自己放了太多假 有政府会造假 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除了丁一鸣这个事件 丁一鸣这个刑事局开始不办 他提出四原则 后来有人引起反弹 然后到中正一分级去告发 中正一分级就接纳他了 可是还是给他特钱啊 大家忘了我们节目曾经讨论过 对不对 他那时候进去被A谈还有车位 我说我也常被警察及A谈 我骑摩托车器我都没车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给他怎么样的双重标准 各位别忘了 苏贞昌前一阵子也被告发 苏贞昌说 姓公肉品店是支持莱克多巴安美租的 结果人家出来否认 姓公马上被查水表耶 说你的消防安全怎么样怎么样 这家几乎是前台湾做肉品 数一数二最好的 结果还要被政府这样查水表 人家他的产品能够消去日本 是民国 87年88年那时候就弃了 他也不是靠你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在之前根本还没执政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的奴隶 政府想揽为己有 说你看他的肉品可以好到可以进日本 那后来还要栽赃人家说 他也支持莱克多巴胺的美租 结果人家出来否认还不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他是怎么干的 他的双重标准 然后他自己放假消息 那假消息的原则是什么 只要对政府不利 他就开始抓人 不只警察局在抓人 刑事局 然后调查局 那时候我们看到选举的时候 他们从南到北到处抓 有警察很勤快从引领跑去台中抓人 那我们看了那么多人 有的老太太被约谈的莫名其妙 今天政府就是要达到一个风声鹤唳 让你草木皆兵 大家敬肉寒蝉不要讲话 那这样的结果 让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得到非常大的好处 大家记得台大教授苏宏达 他那时候也被约谈 他约谈当天我刚好上节目也碰到他 他说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今天看到民进党政府 他对什么人都不放手 这些人只要言论对他不利了 就叫做假新闻 这是蔡震鲁现在的猙獰面目 通通浮现了 尤其在中天被他关台以后 他觉得我可以为所欲为 网络我就继续地砍下去吧 这就是他们目无法计 而且为所欲为的政绩 收紧了这个言论的尺度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人敢批评莱猪 批评核实的政策了呢 台湾到底要不要开放核实啊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蔡总统的爱将顾力雄王美花夫妇 私下跑到了杨明山 原来他是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代表的官邸去参讯 结果竟然发生了交通事故 车子在经过仰德大道的时候 驾驶突然一下右转 结果导致有机车倒地 撞上了对象的来车 因为出了意外事故 大家才发现原来车上坐的是 重量级的高官 顾力雄和王美花跑到杨明山去了 不过呢 王美花他强调没有啦 当时到这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代表的官邸 绝对没有讨论到核实的问题 但是还是引起了各界的高度讨论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呢 因为晚宴 晚宴这件事情真的是 有Mega的吗 有学问的吗 有后续的吗 因为先前是吃完了晚宴之后 莱猪就来了 那么现在又要吃晚宴 难道何时要来了吗 好 这个晚宴 这一场莱猪的晚宴 8月11号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 当时好多政府官员一起在美孚饭店吃午餐 包括了赖清德 包括了顾丽雄 也包括了王美花 结果呢 莱猪午餐吃完之后 莱猪就开放进口了吗 8月11号吃完饭 8月28号就宣布开放莱猪进口了 好 那现在怎么又吃晚宴了呢 12月5号到6号 这个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他宁愿呢 这个做这个叫做呢 这个检疫啊 14天14天28天的监职 回来两天的时间 为什么呢 他说这次反台要讨论 东北食品解禁的问题啊 前后隔离了28天 那他见了哪些官员呢 包括了蔡总统 也包括了吴钊鞋外交部长 也包括了陈时中 是我们的卫福部长 后两位都证实说没有错 又谈到这个所谓的 核食解禁的问题 好 结果呢 12月10号 马上被人家发现 怎么又是顾力熊跟王美华 这场也有顾力熊 王美华 这场也有顾力熊 王美华 他们去参加了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代表官邸的夜宴啦 所以说又吃晚餐了 所以吃了这一场晚宴之后 难道真的是 何时要来台湾了吗 顾力熊啊 他其实是我们蔡总统的爱将 而且现在他的身份 是国家元首的幕僚长 国家重大方针的大总管 对外是代表总统的 所以呢 他其实不可能随便去跟人家吃饭了 他可以随便去吃饭吗 不行 那么上一次他们夫妇吃完饭 就马上开放萊猪 所以怪不得这一次 很多人很担心啊 又去吃饭了 是不是代表蔡总统 已经准备要让何时进来台湾 现在是超前部署吗 其实何时的议题 在马英九政府任内 也有感受到日本的压力 也是日本一直要求的 那确实我觉得台湾政府 现在民进党执政 也是同样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当然谢长廷他作为助日代表 他本身也有相关的压力 跟这个 就是在日本这边必须要去回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可以讨论 但是问题是民众的接受度到底如何 这个科学检验的标准又在哪里 一定要诚实地去面对民众的疑虑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中央是异口同声 包括行政院 包括小英总统 包括经济部等 这些部会的官员 全部都说没有在讨论这个议题 目前并没有这个计划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确实就是说 这个计划 如果中央没有讨论 那这样子的一个风声 确实会让人家引起疑虑 但是是不是未来我们要面对 或者是说 台湾如果真的要面对CPTPP 等等的这些经贸往来的要求的时候 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这一次要如何去跟民众沟通 因为毕竟莱猪的这个事情 其实对民进党已经是大伤了 我相信我们党内也非常清楚 就是说 在没有沟通清楚之前 贸然的去做这样子的决策 其实容易引发很多的争议跟误解 那如果再加上核实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目前并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考量应该先把莱猪的这个议题 先能够处理好 才去考量下一步 不过回头来讲莱猪 其实莱猪要进来台湾 现在大家最关键 最争议的一点就是 到底能不能够标清楚 它有没有含有莱克多巴胺呢 好就有人拿出了 这个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超市 里面的猪肉产品 让大家仔细来看一看 这个标签上面写得很清楚 叫做不含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嘛 所以明明是可以做到标示的 好这个苏葵说 全世界101个国家都进口了 来猪啦 我们不能够立一个跟人家 完全不一样的标准 会引来贸易暴富的 但是马总统跳出来打脸了 他说标示和贸易没有关系 蔡政府只是找一切的理由 来讨好美国人 以台湾的健康作为代价 真的是不可原谅啊 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 有跳出来回应说 哎呀像是抗生素啊赫尔蒙啊 都有国际残留标准啊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标准呢 这个也列一列呢 那么这个甚至是为何台湾不标示 其他的残留物 只标示来劲呢 好啊当然好啊 最好能够把这个抗生素 跟赫尔蒙也都标清楚 为什么不呢 那么如果说就算我们真的是 指标来劲那又如何呢 好马办回应说呢 其实啊以基因改造食品为一 马政府就标清楚啦 如果行政人觉得标萊猪这么困难的话 那不要进口莱猪不就没问题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议员 蔡政府现在呢是 是不是像马总统说的 就是找一切的理由 就是要来讨好美国人吗 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八月底以来 大家有没有看过或听到 一个民进党官员说 我们应该要对美国要求什么 主张什么 反弹什么 争取什么 没有 只看到民进党的官员 大部分的不断都是美化 造谣 告诉大家 来克多巴胺吃多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啊 然后呢 再动不动讲一些 不然我们会被全球排挤啊 会被全球歧视啊 会被全球报复 那谁要报复台湾 谁打压台湾 你说出来嘛 美国 只有美国啊 所以民进党不要整天 拿什么国际全球这些词 来忽悠台湾人 从头到尾就是 民进党官员跟美国川普政府 所黑箱谈判出来的恶果 狭扬自重 率兽食人 那美国 他有没有说过 一旦台湾不开放了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他要怎么样报复台湾 有吗 美国有说过类似的话吗 也从来都没有 美国有说过 他是不要跟台湾谈了CPTPP 或不跟台湾签FTA 不跟台湾签BTA吗 我这段是反讽 因为美国也从来没有说 要跟台湾签这些东西 所以很简单嘛 开了没好处 不开也没坏处 民进党却硬要开 可想而知只有一点 那就是好处 你不能说 什么好处 就是开放了毒株 是感谢川普政府 在2020年帮助小英当选 而不是我们跟美国 谈判的前景 是一份后线 台湾人感觉holy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